是一隻斯文溫柔 聽分析力 聽出來的氣氛 耳機是挺不錯的 各位七六網友好 又是小室在星期六下午做C機時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近日小室很開心 其實都不知道開心甚麼 因為舊東西都不太新 進入了一部新的黑磚 其實已經一兩年了 但一直以來都沒有正式入手 因為本來是用了AK 藍色那部 上次試完AK的金仔 小金仔之後 我發現聲音是有優化的 但始終都試過 這部Sony的金磚和黑磚 其實都對他們現在的新的DAP 感覺是好的 到現在都是好的 都已經出了一段時間 我都會有想 會不會很快已經出新機 尤其是今年Sony 40周年 可知道原來這個黑磚和金磚 是不會那麼快 或者那麼容易 就是有新機 決定入手了 因為真的挺不錯的 聲音 我喜歡它比較平均 金磚和黑磚 這兩部機 其實我都聽過很多很多次 我反而覺得金磚是會溫暖一點 味精是比較重的 但是黑磚比較淡口味 東西是平均很多的 你可以說是Flat 也可以說沒有那麼多味精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黑磚也有它的好處 因為可以拿回聲音的reference 原本地走出來 而且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金磚太重了 聽歌的時候 其實都會把DAP放在褲袋裡 試過一陣子拿金磚外出 其實都頗辛苦 黑磚的重量相對是比較適合我的 即是我是做不到那些 整個炸彈拿出街的人 因為我覺得很辛苦 而且不知道放在哪裏 我通常會把整個碟放進去 進去之後 我就會常常轉歌 我常常都要抽一部機出來 其實是很大件事的一件事 如果那部機是很重 我又要拿著DAP放在背包 或是用袋子裝著 所以輕便都會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試一下黑磚的感覺 就是用上這隻 在Floom上面很多師兄都很激讚 我也是剛剛在Iori手上拿回來的 就是一隻Panther 一隻Panther的耳機 這隻耳機的形狀很漂亮 整隻耳機是沒有一個位置會刮手的 跟之前我玩的Juniper或鋼線都很不同 先來看看 這條線是類似一條導引的線 用了這個雙膠形式的 試一下聽到更激烈的歌 Beyond 超級武器 音壓是78的 聽聽聲音 果然是清爽型的耳機 現在用黑磚配這隻Panther 是用低鏡的 出來的效果 高音比較上更注重 加強的人聲也不是很突出 正常也平均 而低頻不是很誇張的 試一下開大聲一點 現在開到83 現在聽了一首超級武器 這首歌重低音或鼓是多的 感覺上Panther不是注重什麼方面的 不是聽Panther給到很漂亮的Bass 或者很重的Bass 它是注重高音為主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就會試一下 找些比較溫柔的歌曲聽 黃凱琴那一首 如果我有事吧 24bit 96kHz 之前是 Ken 特意為我們 黑膠碟做過一個Remaster Chris 這首歌上 黃凱琴的聲音也很出 這首歌是很有質感地 呈現出來的 因為它的Bass 不是注重 在這個情況之下 出來的低音 是輕身 舒服 在未知這首 Panther的價錢 或者SPEC之前 我覺得這首耳機 是適合聽一些 抒情的歌曲 Jazz 或者classic 古典 我覺得都適合 不算是 衝擊型的耳機 是一隻斯文溫柔 聽分析力 而且聽出來的氣氛 很不錯的耳機 價錢那些 我不知道 有機會 就拿出來 再跟大家分享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 小小伊奇玩什麼 玩一下這隻 又試一下這個 大家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請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再按一下小鈴鐺 我們就會有好東西給你看 下次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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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謝謝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